今天我们来学习单向式与多向式的处法 红色圆圈圈起来的一个一个的像叫做单向式 红色圆圈圈起来的含有正负号的式子叫做多向式 红色圆圈圈起来的法则叫做分配率 运用分配率进行计算 把除法转换成乘法最后进行计算 得到结果 那么就让我们来练习一下 先按下停止键做一道练习题吧 做完了以后按下播放键对一对正确答案吧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对答案吧 第一题的答案是y加3 第二题的答案是-1加3y 两道题都答对了吗 最后来复习今天学习的内容 红色圆圈圈起来的一个一个的像叫做单向式 红色圆圈圈起来的含有正负号的式子叫做多向式 红色圆圈圈起来的法则叫做分配率 运用分配率进行计算 把除法转换成乘法 最后进行计算 今天的学习到此结束 全意合着 我们先开始计算 제일重要的 同学圆圈起来的 再一次 这次的证换成功